F-35是一个国际项目 如果美国采取任何措施阻止F-35的供应 土耳其将采取法律措施 美国第五代战斗机F-35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 按7月29日宣布 如果美国拒绝供应安卡拉采购的F-35战斗机 土耳其将向国际仲裁法庭提出诉讼 他还强调趁 在购买战斗机仪式上 土耳其可以考虑F-35替代项目 美国负责欧洲和欧亚事务的助力国务卿维斯米切尔 6月26日曾警告土耳其 采购俄罗斯S-400防空导弹系统 会导致美国对其实施制裁 而且两国的关系也将发生至的改变 此外 米切尔还强调 美国可以拒绝向土耳其交付 其已经采购的F-35战斗机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据土耳其NTV电视台消息 总统发言人卡林还指出 土耳其与美国之间的紧张关系 对使用美国和土耳其 有关叙利亚漫笔结式的路线图没有任何影响 根据该路线图 库尔德武装应该从叙利亚北部这一地区撤离 除了F-35战斗机的交付问题外 土耳其也准备对美国音牧师安德鲁布伦森案件 可能实施的制裁 做出反应 卡林表示 有关布伦森案件的调查还在继续 土耳其将尊重法院的裁决 当然也不会远 许任何人命令法官应该做出怎样的裁决 如果出现这一情况 土耳其也有自己的应对计划 他还补充衬 关于这个问题的外交接触还在继续 土耳其方面希望有关布伦森案件的任何纠纷 都能在外交框架下进行 被捕的美国牧师安德鲁布伦森 周二早些时候 土耳其法院拨回了布伦森的律师 要求取消对布伦森家中软禁的请求 美国方面对土耳其法院的决定进行了尖锐的批评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次前也表示 如果布伦森不能回到美国 华盛顿将对土耳其实行制裁 土耳其总统发言人卡林称 土耳其外交部长洽武士奥鲁和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将在本周末举行电话交谈 我们建议美国领导层避免采取可能会损害或阻碍这些接触的举措 此外 他还表示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和美国总统特朗普 未来几天不计划举行会谈 编辑 鸡宾 orus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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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